呼噜博士只会听出来 35 七步诗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呼噜博士今天继续为大家讲古诗 有很多的古诗呀 都是在特殊的历史场景当中产生的 有些古诗里边本来就有一个历史故事 今天呼噜博士给大家讲的这首七步诗啊 就是一个历史故事 也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情景下产生的 说到这首诗啊 我们必须要提到三个人 这三个人都姓曹 是一家子 父亲叫曹操 同学们看过《三国演义》 就知道曹操啊 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 也是魏国的统治者 曹操呢 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叫曹丕 二儿子叫曹直 曹直啊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孩 从小就显示出他各方面的才能 相对来说 大儿子曹丕就要差一点了 当时呀 曹操在选继承人的时候 也曾经犹豫过 想立更聪明的儿子曹直 来继承他的权力 但是有很多人就劝他说 哎呦 从古到今啊 都是力长不力右 也就是说 要让大儿子来继承你的地位 如果你改了这个规矩啊 将会带来很多的灾祸 因为这个原因啊 所以最后曹操呢 还是选择大儿子曹丕 来继承了自己的王位 曹丕呢 当了国王之后啊 就十分的担心弟弟曹直 会有一天谋朝篡位 而且呢 对曹直啊 比自己优秀这件事 也始终的耿耿于怀 于是呢 就想找个办法把曹直除掉 但是曹直啊 非常聪明 每一次呢 都会